三公会主席大逗洪系帝 给我们讲几句话 因为他的出现非常重要 他在这边是老大哥 我们要给他在这边讲几句信念的话 有请 各位早上好 首先要感谢汉会主席委员的主席 还有龙雪华党主席人有幸 党友的YT方桂轮来我们的老婆 这就是提升人民的意思 汉瑞苏丹街不止苏丹街和赤党街 这整个华人文化遗产 我们先前来到马来西亚 这几百年的困苦的历史 所以全世界 全有幸会长所做的 全世界各有古剧都受到保留 和马来西亚还没有提升到这个姿势 而且我们这帮人民 我希望官方 首相 进步掌门 更可以监督MRD的西风工程 不要让它西风工程 破坏了整个国家的遗产 而国保 古剧就是国家的国保 所以所有人民的物分种族 所以希望接下去继续地捍卫我们 马来西亚的资产 马来西亚的古剧 谢谢大家 好 现在我用中文 把今天我们这个活动的声明 再向媒体们做真实的一个宣示 汉卫会的声明 反对苏丹街捷运 坚决抗争 永不脱鞋 各位朋友 今天我们站在这片四处被封锁 围堵的捷运工地 悼念山洞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物 也就是欧大欧圈 宏远大厦 巴森车站的 雕马 同时也悼念 老吉隆坡的心脏地带 正在一寸一寸 逐步迈向死亡 2012年3月首相拉吉表态 认为唯有必要在苏丹街 征用土地 并公开承诺 把苏丹街的电路 列为历史建筑物 可是两个月过后 一两又一两的审守 却死路苏丹街 轰隆地铲除 煽动建筑物 在两个月后 民间发起公共咨询会 政府相关部门与捷运公司代表 没有一个出席 同一时刻 捷运公司在工地外 制造了巨大的广告文宣 大肆地宣扬 捷运工程的美好宴景 荒谬地公开许诺 昨天我们的珍惜 今天我们突破 明天我们还请 请问摧毁历史悠久建筑物 难道叫做珍惜 神手推手 长驱之路 难道不是破坏吗 这么一个罔顾民意的黑箱 朝着背后 谁真正收费 汉卫会苏丹街运动至今天 目标诉求明确 而且都是和平理性 目前虽然 华文农立新年已经 苏丹街资产街轮流 没有增加 反而减低了 新年区域明显淡薄 新年区域明显淡薄 空气数字明显下降 灾云不觉一耳 这绝对是捷运工程 带来沉重打击的最好证明 因此 我们在这边提出严重的抗议 不想看到百人社区文化风暴被破坏 今天我们用人力共同在这边进行一个移动长城的文化行动 表达守护老街 反对捷运公司在这边建筑隧道的这个决心 苏丹街工程黑幕重重 敌视公共秩序 将公民团体利益排除在外 矮化了专业评估 拒绝承认都市发展 公共交通建设文化保存等 三赢的可能 回避民意 逃避外界的监视 一切的权力和傲慢的态度 招然若切 今天我们也看到 一个名为独立遗产 118摩天大楼 将在这边平地而起 花费人民数十亿元 我们还是要重复 不只是业主在这边反对 人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好好保护 环境应该要好好保护 不单止这个地方 而且是全国各地区的旧区老区 都应该获得同样的捍卫 我们重申 第一 坚决反对 捷运渠道苏丹街 第二 要求政府立志策销 线报上 颁布征用苏丹街 并且指示土地区 策销 真正的通知 我们也知道 许多其他地区 包括冬特的 伊斯坛 布吉班达拉亚 还有 米湯达曼沙拉 Section Annunplus 将来地区 都已经有了许多人民 反抗 因为他们的居住 他们的商业的活动 受到捷运工程的影响 今天 是吉隆坡直下其日 也是一个国家之首的地区的人民 在这边以不同的方式悼念纪念这个黑色的日子 也就是遗产建筑物被摧毁的日子 1965年停止地方议会选举 吉隆坡市民到今天没有办法监督这个市政局 令我们遗憾 所以我们要恢复直下区和其他政府地区直选 将民主第三票还给人民 未来这个国家将进行全国选举 不管选举结果如何 我们要警告各界 只要苏丹街和这一带地区的黑箱工程还是继续的话 我们将会继续抗争 我们不会继续 我们还保存着人民力量 我们存有希望 我们有权力 我们有深具的信心 而且我们有人民的力量 把我们今天这个决心散布出去 获得更广大人民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们会继续抗争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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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dol Raya Hidol Malaysia Hidol Kololato Safe Chalat Shadan Hidol Kololato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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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